台南的立委補選當中 民進黨派了重兵 全部都前往著台南了 甚至有人還講了重話 講了什麼 他說愛這塊土地 愛這個黨 就應該集中郭國文 這麼一講來 難不成不選郭國文 就是不愛這個台灣嗎 是 立剛現在在台南 民進黨真的請全黨之力 要去把郭國文扶上來 賴清德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他這裡每天都在台南 不斷的奔波 不斷的幫忙拉票 然後他現在說 316立委補選是民進黨 重新站起來的關鍵 所以在一起一定要贏 他們的秘書長羅文嘉 羅文嘉也說說 其實根據黨內民調的顯示 我跟你講 其實 郭國文其實是非常有希望 然後新北三重立委選戰 吕玉天也是穩定的領先 如果都這麼穩定領先 你們在急什麼 我都不知道 問題來了 我們也都知道 過去民進黨的民調 在2018就讓我們 開了一個眼界 你知道 因為穩有兩種 一種是穩贏 一種穩氣 對不對 是看你穩哪一種 然後當時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徐家欣是怎麼告訴我們 他說陳其邁穩穩領先一大段 六都他們會拿下五都 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結果陳其邁是大輸15萬票 輸了一屁股 然後民進黨只保留兩都 其他全丟了 所以民進黨的民調 真的可以相信嗎 我覺得郭國文跟余天大哥 你們可能真的要仔細考慮一下 可能不要太相信你們自己的民調 那我也必須說他們現在 真的卯足全盡 所以除了賴清德每天在那邊之外 蔡英文也下去了 然後蔡英文你看 在開始跟著郭國文一起 在那邊吃水果 然後吃著蜜藻 也是在走這種推銷的路線 你看那會主委陳其中 這些全部都跑去了 那蔡英文喊話呢 其實這個是郭國文 弄在那個橡皮沙上面的一個標語 叫做國文英文都要毆趴 你知道 他表示 如果郭國文過關了 蔡英文也過關了 所以他們兩個都要過關才行 那當然你看民進黨在台南 設下銅牆鐵壁 自己這邊本來又是 綠道會出資的一個地方 所以謝龍介當然也要 請全力去搶攻囉 所以他3月9號的時候 韓流要再襲台南 那他請到韓國瑜再來助政 然後他當天韓國瑜會來 然後就陪著謝龍介 一起去展現最後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 離選戰最後幾天已經不遠了 所以就要全力去突破 想要把他打破民進黨 所在台南所設下的銅牆鐵壁 那當然如果這邊能夠衝破的話 對韓國瑜自己本身 邁向總統之路 其實看起來又是加分很多 那如果沒有辦法衝破 被民進黨守下來的話 這個局勢就會變得更混亂了 那我們也必須說 其實我跟你講 羅恩嘉已經講出來什麼話 你知道 他說郭國文一定要守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綠營 因為現在綠營有另外一個陳曉玉 不是跑出來嗎 所以他說 你如果愛這塊土地 愛這塊黨的話 請集中支持郭國文 我覺得民進黨為什麼 每一次選舉都要來這一招 好像不選你的人 就是和憲章狗賣國賊國賊一樣 就是不愛台灣了 是 你這樣子 你說愛這塊土地 愛這個黨的 就要支持郭國文 你的意思是說什麼 你投給謝龍介的就是賣台 親中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每次都要用這種意識形態 非常強烈的語言 然後有點把你的對手扣帽子 這就是民進黨選戰唯一的招數嗎 你們一定只有這個方法嗎 這讓人家覺得 羅恩嘉從 你自己好代也是學運出身的 到現在還在搞這種東西 真的讓人家有點看不下去 問題來了 問題現在在台南的選舉 出現一個更微妙的狀況 什麼樣微妙狀況 因為今天柯P在高雄演講 高雄演講很多學生去了 然後有一個人也跑去 就是另外一位 這是沙喀都的另外一位 陳曉玉 陳曉玉也過去了 是 他也去了 然後他也在那邊大戰柯P 說柯P是因為他這個人 就是非常的直白 就算說錯 他也馬上認錯 其實我也不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不過他認為他這樣 所以他說他非常受到年輕人喜愛 然後過去不只是找柯P同框拍照 他還跟他握手 握手的時候說 如果說他能夠選贏的話 他就要加入白色的力量 然後柯P當然也笑得跟他握手 然後我覺得陳曉玉也滿會腦補的 他馬上說從他握手那種感覺的力量 就覺得柯P是支持他的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很厲害 別人都話都沒說 你把話塞到人家嘴巴去了 那好 假設陳曉玉真的 柯P會去幫他站台 因為他現在已經邀請他 去幫他站台 假設柯P真的去幫陳曉玉站台 又回來又是沙喀都 白色力量又出現了 白色力量在台南又有一席 台南的沙喀都出現了 對 然後綠色的郭國文 然後賴清德跟蔡英文押陣 然後謝榮健背後 當然就有韓國瑜在這個地方 這不是就是2020大選前哨戰 完全一樣的情況就提前上演了 所以台南這一席 到底誰會搶下來 真的是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戰役 但劉蓋生 現在這個時候 你在台南的人氣高漲 民進黨非常的擔心 包含了賴神 他都已經這樣子沿著 陪著郭國文掃街掃了七天 連今天的時候蔡英文都下去 但是羅文家講了一句話 他說愛台灣就要選郭國文 那如果支持你的人 就表示說他們應該要去跳海 沒有 愛台灣比較有用 我看新潮流怎麼愛台灣 他們是愛台平 他們也有愛台灣 他們整個都在分配主委而已 對 還在操作這個意識形態 雙民就是不愛拚政治 要拚經濟過頭了 你還在愛台灣不愛台灣 你看我的民間有先不愛台灣 我去到飛川參 那三個飛就跳起來給我打招呼 你看看這樣才不愛台灣 對啊 那市民 農民看到我們 聽到我們的語言 看我們語言在打拚 你現在還說回什麼人家有愛台灣 他們才會聽的樂 不能再用這筆了 你們台灣已經被別人的手 現在還在愛台灣 要跟你們的農民都現金 農民 大家農民地農民 沒飯吃 你還在愛台灣 不要用這樣 不要用這樣分 你如果真的愛台灣 你就創造給農民 農民 大家農民瘋瘋瘋瘋瘋 像韓國這樣 懲罰就要插水 懲罰店老闆就笑眉眉 懲罰 懲罰都開心 農民 開心 飛機爭招不理 這樣就真的愛台灣 我就真的給你餓 這樣我也可以跟你輕鬆 你剛才唱一句唱在愛台灣 我們只要去唱十腳飛機 兩腳飛機 你知道我們就要去拜託 要有手跟人說到不然 要說我們台灣這個規矽很好吃 這不是國會保安 跟你說讚的 這是真的讚的 我們台灣的規矽就是 夠吃 又有甜度 糖尿又夠 全世界學樂 可以說是規矽中間的性品 人間的結品 你不就要像我這樣去推銷 這樣如果全部的規矽都不會出 介紹又不會好 這樣就真的愛台灣 如果只說拼政筆就愛台灣 我也聽不懂 我不知道 路文家應該所謂是很大 我想這句話 他可能講了他就出語 不靠說回我什麼人就愛台灣 回我什麼人就不愛台灣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的話語上面來說 民進黨反正只能這樣酸你 要不然沒有別的想法 他們就大小人傳傳下來 他們傳六七個 討當主席就來實現 我覺得倒映台 我以前也跟他討論說 他這是理性重度的一個主席 應該可以讓台灣 政黨政敵 良性的競爭 我現在一個 我這樣聽起來 實際上他們是想要輸掉的那樣 不然跟我說話都略講 現在論民視民進職 他說我們只有一次 不要回到民進黨 這樣民進黨才會重視完 二十幾年來都回到他 他沒有做半行你回到他 四年後就回到他 又不會主動提款機的 主動動 所以不管怎麼提名你就回到他 這次人民讓韓國會說一個角色 現在人民願意自己做主 他說我們換別人看看 如果兩塊做完 我們再回到回來 這樣看他要怎麼愛台灣 但胡董 我想問一下 現在目前台南選戰 已經進入到緊鑼密鼓的階段 但是羅文家自己又說了 愛這塊土地就要選擇郭國文 如果以現在的民進黨 還是用這樣子愛台灣的牌來打下去 你覺得有用嗎 愛這塊土地選郭國文的話 並沒有錯 國民黨也可以講愛這塊土地選 謝龍介 他沒有排斥謝龍介 他因為要講說 愛這塊土地選郭國文 然後 如果不要愛這塊土地的人 不愛這塊土地的人是謝龍介 他如果上下連的話 那就是要攻擊謝龍介 我認為他要 謝龍介應該不至於說去賣台 我認為看起來不像 應該目前賣水果賣得蠻好的 對不對 但是這裡面 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立剛我剛剛跟你分享的 他明知這一套沒有用 為什麼還要用 因為他這一套如果輸掉以後 他在總統大選還要繼續用嗎 你了解我意思嗎 他會講說這個是中共的陰謀獲勝 對不對 這個又是中共同路人 我們現在輸到台南 但是我們台南輸掉了 國家不能輸 民進黨不能輸 台灣不能輸 所以他繼續會擴大 他的愛台灣的論述 來打2020的選戰 所以台南還只是個起頭而已 後面還會發酵在愛台灣 當然是愛台灣 不然他後面 所以我剛剛講 他是跟呼喚聲率回龍而已 他是跟綠營 因為他現在目標變了 他不要拚半數 他拚三分之一強 拚三分之一強打法不一樣 他只要把他的基本盤鞏固好 他把他的綠票鞏固好 在這幾個前提顧好之後 他的打法就不同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我剛剛講的 黃金救難時間 就在7月份以前要打出一個結果 當時你記不記得 這姚文治為什麼會輸 姚文治在提名的時候 就一路民調沒有起來過 你記不記得 當時一開始就是沙喀都 丁守中曾經第一名 然後後來變成柯文哲第一名 丁守中第二名 然後姚文治從頭到尾第三名 他們民進黨有這個經驗 知道這個事情不能再重犯 所以他的打法就會變成 現在趁你國民黨在內鬥 趁你柯文哲在騎單車 我快點幹 快點幹 我把我的綠色的基本盤叫回來 這個時候他站穩住地場 等這兩個陣營都回魂的時候 他已經有相對優勢了 到那時候來講的話 他可能就在年底的時候 以三分之一相對 稀微多數勝利 他不是要全面性勝利 他是要多 他要相對多數勝利 只要顯勝就可以了 對 顯勝 桂文 我倒注意到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就是 沒想到羅文家到了在台南 居然講了這番話 若愛這塊土地要支持郭國文 現在這個時候 他們現在心裡面在盤算什麼 當然是要拿到2020的 總統大選的整個絕對的權利 可是你現在這時候 在台南的這場補選當中 你也可以看到 他有些分贓的事情 分利益的東西 都還在進行當中 民眾的眼睛看不到嗎 這個立剛兄 謝謝 我來跟大家講這個 我們的社會新聞 其實觀眾朋友 我是社會記者 這個是我們的刑事警察局的龍頭 金濤駭浪 黃明昭代理刑事局長 刑事局長就是我們刑警 最大就是刑事局長 為什麼要驚濤駭浪 為什麼要代理 我跟大家講故事 陳志忠那時候去周邊的時候 吳泰然是上校 陳志忠 他那時候是上校而已 他開Jaguar去周邊 機車 我發音不是很準 百萬名車 去周邊 周邊開百萬名車 因為他是陳水扁的兒子 可是你看2001年 陳志忠入伍之後沒多久 2004年吳泰然就升少將 這麼快 這麼快 而且吳泰然他一直在軍閥系統 他到底立了什麼功 不知道 但是他在掛星星的時候 吳泰然公開講 他說他掛星星之前 陳志忠就打電話給他了 掛到宮城 這就兩個三八的 這你也不能講 如果陳志忠先 吳泰然竟然講出來 這個更離譜 有華相知就知道 我們這個有規定要停簾的 停止的 要停簾的 你不能一直升 結果2004年他升少將之後 2007年阿扁2008就要下台了 在阿扁下台前 最後一次的將官進升 既然又讓他升中將 所以後來吳泰 這個衛免升得太快了吧 對 這個就是剛剛立剛宗講 就是能撈則撈 這是陳水扁末年的時候 發生的狀況 我剛剛跟他講 這個刑事局的狀況 我做個解釋 我們看 我這個圖表都做好了 你看 這是黃明昭 從蔡總統2016蔡總統上之後 你看他升得多快 一年跳一次 刑事局副局長 基隆局長 刑事警察局局長 基隆是代理的 為什麼他跳那麼快 他跟我剛剛講的 阿扁末年的軍閥 陳志忠他的長官像不像 很像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黃明昭他從三線二 現在掉到三線三 他是警官學校51期 第一個升三線三的 立剛宗我為什麼講這個重點 就是說因為他是用代理的 所以黃明昭把他的學長 學姐的路通通堵死了 51期之前的通通不用 你都掉在那裡 你學弟現在代理局長 你怎麼辦 我說這個 反正沒有這個 這個不能念台語 紅軍跟黑軍 紅軍跟黑軍 我們等於說紅軍 紅軍是什麼 紅軍就是三級跳 黑軍就是教護蹲跳 怎麼這麼小 所以我說林靜東 為什麼2020政黨輪替的 你看他的警戒他就亂搞了 他警戒感這樣明目張膽的亂搞 所以我剛剛講 為什麼要驚濤駭浪 為什麼升一個 刑事警察局局長要驚濤駭浪 你搞什麼 我沒有看過 你以前後遺的當過刑事警察局長 所以這個是亂搞 太盡亂搞了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去年 在立岡兄的節目講的 我說誰能夠複製韓流 誰能就贏得2020 這句話我要修正一下 也不要複製 就韓國瑜直接去拚2020 立岡兄 我解釋 我要的是什麼 因為韓國瑜當總統 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我要的是這個 你要的是什麼 我直接公布 我要的是 我要的是這種感覺 這就是阿浩英 高雄高雄過年那時候的盛況 CAP1爆發 我要的是這個 我喜歡看到 因為這是高雄 我希望全國各縣市都有寒流 所以我希望他選總統 第二張 這個是鄭世維的場子 有熱情的韓粉做的一個韓 韓國瑜的韓 你看大家手機是不是都走上來 是 因為韓市長來了 一天去鄭世維的場子 這麼多人 我要的是這個感覺 我要的不是什麼有的沒有 我希望我們的國家 我希望全國各縣市 都能像高雄市一樣 有翻轉 有希望 甚至立岡兄我的結論 我講得比較高層一點 我希望韓國瑜當總統之後 不只是高雄 不只是全國 甚至我們停滯已久的兩岸關係 都能夠獲得突破 我希望的是這個 我希望的是 不是只有高雄改變 是整個台灣都改變 沒錯 你幫我下這個結論非常好 我希望大家 然後大家都有希望 都有感覺 都有衝勁 全國 因為我們悶很久了 我們鬼混很多年了 不要再混了 不要再吵那些有的沒有的 大家一起來拚經濟 一起來拚這個民生什麼的 全國一起來 不是跟你們高雄爽而已 大家做得爽 這樣才不可以 好不好 你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我以為現在的希望 這個就是未來的台灣 變成全個台灣都變好 但是民進黨現在的希望是什麼 希望的就是要大家趕快 這塊土地 支持郭國文 因為這個前哨戰真的不能輸 輸完了民進黨施設的時候 可能連2020年真的都被放棄掉 我現在講個故事好了 賴清德弄了一個後援會 就是賴清德的後援會 他去問後援會的這些人 包含里長在內 這個地區過去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我再講 先講另外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說當你這個理 你投侯漢廷的時候 他都要把你給找出來 然後到你家 不會對你恐嚇 就貼一張布條 你是支持國民黨 到這個程度 引進到了這個程度 因為我在台南長大 我知道這一個 賴清德這一次就是為什麼 先就國文再就英文 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跟他政治前途那有關係 所以他的後援會 當賴清德去的時候 指揮不動 這些後援會沒有一個人講話 不像從前都是支持賴清德當選 或者支持國文 這次是非常非常地冷 當賴清德都碰到這種狀況 卓隆泰他也下去 還有這個東西 諾艾這塊土地支持國文 我現在告訴你 當民進黨敗選的現象 已經出來的時候 他就用愛台灣 我們都是台灣人等等那些 他來打擊謝龍介 這一次如果各位去嘉里地區 這些就是海線地區那裡去 那你去看的話 他們為什麼支持謝龍介 原因非常簡單 我的同學 我的同班同學 他是會長 他就跟我講了一句 他說你要知道 謝龍介做的這些事情 是你民進黨執政30年做不到的 為什麼是民進黨30年 Persyote 為什麼是民進黨大陸 低色的網絡 我們是為了 但是這次會不會 要是認同的 發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